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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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开始讲课 请大家发菩提心 我们为了度化一切众生 发行成佛 为了成佛 我们今天学习 然后就是修信 总有一天一定会成佛的 成佛的时候去读物量的终生 这样子发菩提心 然后我们就讲今天的课 那么今天的课是我们就接着昨天的这个课 继续讲 那么昨天我们讲的这个课 是昨天也讲过了 就是我们把外加新 内加新 还有禅丁 这些所有的修法 基本上都修完了以后 还没有修大圆满 在这个中间 就是有一个阶段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修昨天讲的和今天 我们讲的这个课 这个课的内容 这样子的话 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在这个之前 修物加新的过程当中 也修了菩提心 那么修菩提心的时候 这个菩提心的基础就是慈悲心 这个我们之前也已经修过了 但是这个加新全部修完了以后 然后在这个中间的阶段当中 我们就再把这个慈悲心 然后空心 然后智悲双云 也就是说空心和智慧两个 同时就不矛盾的情况下 同时修这叫做智悲双云 修这三个不同的修法 轮流的或者是脚踢的 先修慈悲心 然后再修空心 然后再修智悲双云 这样子三个修法修完了以后 然后又从头这样子 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 非常有帮助的 这是一个我们今天 昨天和今天讲的这个课 是一个这样子的修法 那我们修心的 我们佛教修心的这个所有 尤其是大乘佛教 修心的这个目的 目的是什么 目标 我们的唯一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帮助天下的所有的生命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唯一的 他的目标 那么我们是跟着释迦牟尼佛学习 我们也就都是学佛的人 那么学佛是什么呢 就是学释迦牟尼佛的智慧 然后就学释迦牟尼佛的大悲心 大慈大悲 这叫做学佛 那释迦牟尼佛最后帮助他 独化一切终生 这是他的唯一的这个目的 那度华的这个方式 是什么样子呢 释迦牟尼佛让我们所有人 明白怎么样去解脱 怎么样去断除这些烦恼 然后把这些方法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 就根据佛陀的指导 我们每一个人去修 最后我们每一个人的 这个类型当中的 所有的这些烦恼都断除 最后就能够达到一个 只有自在 一个轻松宁经的一个 这样子的状态 那我们平时 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让我们不愉快的 感觉不到幸福快乐的 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有三种原因 第一个 第一个是什么 就是我们对无止 或者是对我们自己的一切 有过度的执着 过度的执着 或者是过度的谈语 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没有谈语 有些时候呢 谈语在某种程度上降 尤其是在这个生活当中 谈语有些时候呢 它对我们也有一些帮助 除了生活上意外 还有修心的过程当中 在学佛的道路上 谈语心 有些时候是我们的动力 我们很多人也说 欲望 就是人类发展的动力 在某种程度上降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这样子的 对的 包括我们学佛的道路上 有些时候也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更没有任何欲望的话 那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学佛呀 修心呀 这样子的 但是这个过度的欲望 过度的这个欲望呢 的确是让我们感受到很多很多的痛苦 让我们失去很多很多的这个机会 很多很多更好的这些机会 然后呢 在生活当中 本来佛说轮回是痛苦的 但是我们相对来说 人天是还是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比较幸福的 比较比较愉快的 但是因为有了这个过度的欲望 以后呢 我们就是感觉不到 这个相对的幸福也是感觉不到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必须要解决这个过度的欲望 这是很重要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是修出离心 为了解决这个过度的欲望 就修出离心 那么出离心修了以后 是不是没有欲望呢 在某种程度上讲还是有欲望 这个时候的欲望是什么样子呢 在这个之前 没有出离心之前 我们的欲望是对什么的欲望 就是明 离 等等 就是对这些的欲望 就是在佛经里面讲 这叫做时间八逢 实际上就是明 离 等等 我们对这些的执着和欲望 然后有了出离心 然后有了出离心以后 我们很想解脱 我们很想成佛 我们很想赌众 我们很想赌众生 那么这个也是一种欲望 只不过这个欲望不是对明 不是对礼 但是这也是一种欲望 这种欲望是要保留的 这个欲望是需要的 就是当我们真正到达了成佛陀的境界 这个时候所有的欲望都不需要的 因为这个时候不需要这种动力 这个时候就不需要这种动力 成佛了以后 或者是异地菩萨以后 它有更好的东西来代替 代替这个动力 这个时候这个动力是不需要的 但是没有真悟之前 我们学佛还是需要一种动力 没有动力 学佛也是没有办法学的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需要动力 这个动力是什么呢 我们比如说像小乘佛教来讲 我一定要解脱 我一定要证得阿罗汉的国为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轮回 圣老宾思很痛苦 我不愿意再受这样子的痛苦 我一定要证悟 一定要解脱 那么这个也是欲望 但是这个欲望是有必要的 为什么 这个欲望使这些人走向解脱 不会让这些人走向轮回 不会让他们走向轮回 所以虽然是欲望 但是这个欲望是需要的 然后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就是我们昨天讲的 这个慈悲心 修得非常到位的时候 这时候呢 很想去帮助众生 利益众生 度化众生 为了度化众生 我一定要成佛 这个时候呢 有一种这样子的欲望 那么这种动机 这个在我们佛经里面 这叫做菩提心 那么菩提心 世俗菩提心呢 它也是一种欲望 但是这个欲望 我们需要这样子的欲望 如果没有这种欲望的话 那么所有动力 都一下子就没有了 没有了以后呢 根本就没办法 没办法学佛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这样子的 执着或者动力 这个是如菩萨心轮当中 讲得很清楚了 这个学过如菩萨心轮的 大家应该知道的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很多学佛的人 有相当多的学佛的人 就是在听 就在这个禅宗的一些公安 或者是一些禅师们的 余露当中 经常看到一些不执着 放下 这类的 这类的 口头禅 这样以后呢 很多人就是说 所有的执着 都要放下 比如说我们去 磕头 供满茶 或者是放绳 做这些也是一种执着 不应该有这样子的执着 念佛 包括念佛 也是一种执着 应该放下 所有的念头 念头 或者执着 或者欲望 是解脱的障碍 所以应该放下 不应该去做这些 其实这种说法 是错误的 最终我们最高的 境界当中 是没有 是没有这些 没有这些执着 在最高的境界当中 就是要放下 所有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执着 不能有余望 不能有这个执着 它这个境界当中 是本身就是没有 没有余望的 如果我们大到 这种境界的话 那么所有的这些执着 它自然就会消失的 这时候是不需要的 佛的境界当中 更不需要 更不应该有 这样子的执着和欲望 但是当我们还没有 达到这样子的 境界的时候 我们必须 必须要有执着 没有执着是不行的 大家知道 比如说 比如说 宇宙飞船 如果它要进入太空的时候 它不可能 从地球上直接进入 它是要从火箭 依靠火箭的力量 把它送到 这个轨道上 以后 它就离开了 这个地心的引力 以后 它就可以自由自在的 在外面 可以就在这个轨道上 云转 同样的 但是在这个之前 它是需要 需要有这个火箭的力量 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要 托脱这个地心的引力 所以火箭 把它推到这个轨道上去 大家都知道 同样的 轨道是什么 这是自由自在的 佛的境界 然后地心的引力 是引力是什么呢 这种吸引力 是我们现在的执着 现在的执着 那什么样的东西 把它推到这个 这个引力意外呢 就是我们需要一种动力 这个动力是 需要有执着的 有执着 这种执着 一种执着 来推翻另外一种执着 这叫做 就是我们常说的 一读共读 一个这样子的 这个方式 用一种执着 我们过去对明 对离的这种执着 这种执着 现在我们对接头 对成佛的这种执着 来提换 提换了以后 用这种执着和这种欲望 把我们推到这个轨道上 如果没有这种力量的话 这个时候是 没有办法 我们现在就没有真无 什么也没有真无 之前就把所有的执着都放下了 我什么都不做 这样子的话 那怎么可以去 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动力了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 终生很痛苦 所以我有动力去发菩提心 从大乘佛教的角度来讲 从小乘佛教的角度来讲 因为我亲身感受到 圣老宾思 是一个很痛苦的 所以我不愿意待在这地方 就是有这样子的执着 所以他就是有动力 去学小乘佛教的道路 所以这时候是需要有执着 我们可以过了河以后 把这个船可以扔掉 或者是把这个桥可以拆掉 但是没有过河之前 就把这个船扔掉的话 那就是不可以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自己到达了这个境界的时候 不能有这些执着 但是在这个之前是需要有执着 但是有些执着 它是不能有的 有些执着 为什么呢 有些执着 它是我们刚刚讲的 有些一部分的执着 它就像一个火箭的这种推动力 有些执着就像地心的引力 就像地心的引力 这样子的执着 我们要离开它 不能有 然后就像火箭的推动力 这样子的执着 我们要保留 或者是要培养它 所以我们把这个执着要分成两种执着 一个是往后拉 把我们往后拉的一个这样子的执着 这个是对名利的这种执着 这是我们没有学佛之前的这种执着 或者是我们就是所谓的学佛 实际上还没有真正的这个学佛 我们还是停留在这种烧香 拜佛 佛祖保佑我 健康长寿发财 这样子的这个阶段当中的这些执着 就像是底心的引力一样 如果有了这种执着 而且这种执着比较强大的话 那它们不会让我们离开这个地球 也就是说它们不会让我们离开这个轮回 不允许让我们走向街头 因为这个力量是很强大的 我们往前走 它一定会往后拉的 所以这种执着 我们知道 应该要 必须要知道 这种执着是那些执着 那些执着 就是我们24小时 除了我们深度的睡眠以外的这些 这个思维的活动当中 那一类的执着是向地心的引力 把这些执着分开 分开以后 把这些执着要断除 要消灭这些执着 然后我们的思维的活动当中 有一部分的执着 它虽然是执着 但是它是相反的 是让我们往前走的 就是推动力 这就是像火箭的这种推动力 那么这个执着 是那些是这个执着 那就是出离心 菩提心是这种执着 谈于 对轮回 对物质 对这些东西的执着 就像是地心的引力 然后我们要离开地心的引力 让火箭让我们往前退 所以这个一定要执着 一定要有这个执着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执着 要分两种执着 这个不能说 所有执着都不允许有 或者是说 所有的执着都是允许有 这个都是 两个都是错误的 两个都是极端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 开始刚刚学佛的时候 可以保留的 或者是 甚至是我们可以这么说 这个时候我们还应该去 培养一些执着 培养一些执着 或者是培养一些欲望 那我们所培养的欲望 不是对敏的欲望 对礼的欲望 那这个执着是什么呢 就是对解脱的欲望 对成佛的这种欲望 虽然也是一种 这虽然也是一种欲望 但是这个欲望我们需要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发菩提心的时候 从大乘佛教的角度来讲 然后这个时候 就像从大乘佛教的角度讲 有把这个执着 或者是欲望 要分两种 分两种 一种欲望 是让我们往前走的 往前退的腿动力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菩提心 这个就是菩提心 慈悲心 这个是因为有了慈悲心 有了菩提心 所以我们今天 有勇气去学 达成佛法 这是需要的 然后这个时候 不让我们前进的 往回那的 这个懂引力 就像地心的引力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自私自利 自私自利 是从大乘佛教的 这个角度来讲 最大的投号敌人 是什么呢 就是自私自利 因为如果我们有 自私自利 而且比较严重的话 那就是根本没有办法 学大乘佛法 它是在大乘佛法 我们学大乘佛法 道路上的最大的阻碍 就是自私自利 所以自私自利 在大乘佛法的角度来讲 它就是低心的引力 离它越远越好 离它越远 我们就会越自由的 越轻松的 越没有东西来约束我们 越没有东西往回拿 所以自私自利 然后这个时候的 懂离是什么呢 就是大悲心 菩提心 这个是懂离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需要去学 或者是培养慈悲心 培养菩提心 菩提心 我们刚刚讲过 世俗的菩提心 它也是一种渔王 它也是一种执着 它也是某种程度上讲 它也是有执着的 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就放弃了这种执着的话 那就是没有懂离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学 达成佛法 所以这个是需要的 所以从达成佛法角度 我们又把这个 所有的渔王分两种 两种 一个是违缘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时候的 这个浮面的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孙缘 就是正面的东西 那这个就是 虽然它们两个都是执着 两个都是渔王 但是有些渔王我们需要 有些渔王我们不需要 这是第二 然后第三 就是今天我们讲的 还有一个 这两个比如说 我们就通过出力性的修法 对民对理的渔王放弃了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菩提性的修法 然后这些自私自离的 这些执着 我们也端出了 都也得放下了 然后最后一个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对整个 对整个事物的 包括自己在内 对整个的物质 对整个事物的执着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从小乘佛教也好 从大乘佛教也好 就是真无空心的角度来讲 然后我们也可以分 两种不一样的 两种不一样的执着 这个时候也是两种不同的执着 这时候的执着 就是相反的 或者是负面的执着 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对万事万物的执着 万事万物的什么样的执着呢 我们把宇宙 太阳系 地球 以及我们自己 当作是一个 实实在在的物体 实实在在的一个生命体 或者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 我们永远都不认为 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环觉 或者是假的 永远都不认为 这是假的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 非常实有的东西 就是实有的意思 就是实实在在的 存在的 一个实质性的东西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 这样子的 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执着呢 这个时候 从空性的角度来讲 这是负面的力量 负面的力量 如果有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执着的话 那这个力量一定会 让我们往回了 它一定会往回了 就不会让我们往前走 那这时候呢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对空性的执着 对空性的执着 空性 所谓的空性 它本身 它本身是不应该有执着的东西 它这个境界当中 没有什么执着 不执着 这样子的概念 但是我们 还没有证悟这个空性 之前呢 我们对这种空性 是一定要有执着的 什么样的执着呢 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 有这样子的执着 我一定要去证悟空性 否则的话 我的所有的烦恼 都不能解决 我一定要去证悟空性 那么这个也是 在某种程度上讲 这也是一种执着 如果我们根本没有 对空性没有执着 我们对空性和 我们的执着 两个都平等的话 那我们为什么要离开执着 为什么要去证悟空性呢 两个都是平等的话 那就是没有这样子的 为什么要离开 远离执着 证悟空性 这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 欲望 我很希望我证悟空性 我非常的想 证悟空性 鸣心见心 这不就是欲望吗 这也是一种欲望 但是这个欲望 从空性的角度来讲 这就是我们的推动力 这个是允许有的 不但是允许 而且应该有的 如果没有这种欲望 那就是我们无所谓 就证悟空性 不证悟空性 都无所谓 我对空性都不感兴趣了 不感兴趣 怎么可能 证悟空性呢 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对空性 不感兴趣了 那我们肯定就 不会去创造 证悟空性的这些条件 那么这些条件 我们都自己不创 自己不去创造的话 那么证悟空性的这种智慧 智慧呢 不可能从天而降 所以这时候 这个执着是必须要有的 我们一定要 这时候对空性要有执着 这时候我们一定要 把空性就当作一个 非常正面的 非常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需要的东西 这样子才能够有这个动力 然后我们去创造 证悟空性的这些条件 最后就可以证悟了 证悟了以后 证悟空性的这个智慧 它一定会把所有的 好的不好的 往前推的 往后拉的 这些正面的 负面的 所有的力量 在空性当中 它一定会消失的 在空性的境界当中 它不允许有这样子的欲望 这样子的执着 不允许有的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远离了 所有的地心的 引离 已经到了外太空 这时候是无所谓了 这些东西都对我们 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这时候 不需要推动力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我们在 学佛的过程当中 就是要放弃散中 这个欲望 每一个欲望 都一步一步逐渐的 这个放弃 放弃散中 断出散中欲望的 同时我们也要培养 或者是建立三种欲望 这个是处理心 菩提心 正悟空性的境界 当然正悟空性的境界 它本身是不是 不是它已经超越了欲望 但是我们非常希望 正悟空性 这个希望 这个执着 它还没有超过执着 它也是一种执着 所以这三个都 一步一步的方向 所以我们学佛的时候 因为我们很多人都 把这些事情 没有弄明白 就是我们在禅宗里面 经常讲到 不离文字 不可死 不可言 还有就是一些这样子的 非常非常神好的 这些东西 我们在禅宗的 这些公案 这些禅师们的故事 当中我们经常看得到 一些这样子的花 所以很多人觉得 一开始的时候 就应该放弃所有的执着 就不去 修加薪 不去做这些 不去积累福报 等等 这个是不对的 当年 大摩诸师 大摩诸师 给两无地 见面的时候 他以为他自己 已经积累了 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功德 然后把这些所有的功德 向大摩诸师回报的时候 大摩诸师把这所有东西 一句话 就给他否定了 但是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那是不是就比如说 我们吃俗 方神 守节 还有做各种各样的功德 积累福报 那大摩诸师都一句话 就否定了 那是不是我们也就不应该去做呢 这个不是 所有的肯定和所有的否定 都是要看 它是要站在什么样的角度 去否定 什么样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这不一样的 层次不一样的 大摩诸师 这是站在最高的境界的角度 去否定两无敌的这些所有的功德 但是我们从最低的层次来讲 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刚刚学佛的 这种层次来讲 从这个层面来讲 这是不能否定的 吃宅 吃节 拈轴 积累福报 这个是不能否定的 这个是一定要肯定它的功德 但大摩诸师为什么呢 大摩诸师是站在这个最高的境界 当然从最高的境界的角度来讲 那就所有的善与不善 这个积累不积累 学佛不学佛 所有东西在这个境界当中是平等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它肯定会这样子 它不会肯定任何东西了 它就会否定的 凡是我们的意识当中 所想象的东西 都不是离这个空心是很远的 很矛盾的 所以这个时候 从这个站在这个角度 看这些问题的话 那么这时候 只有否定的 没有一个是可以肯定 我们生活当中的 或者是我们的言而弼思生 我们干观当中所看到的 我们所想象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 只有否定的 没有一个是可以肯定的 所以我们把这些一定要分开 分开来讲 这是很重要 第一个是一个我们学佛的一个 这个知识 常识 或者是理论上的东西 但是这个理论上的知识 来指导我们的 这个整个的修行 我们如果失去了这样子的 指导方向 这样方向 这个指导性的 这个指挥的 这个指导 没有这种指挥的指导的话 这种情况下 我们修行是什么样的状况 这就是满修侠连 这个不会有结果的 所以虽然是常识 但是这个很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讲第三个问题了 第三个问题是 让我们放下 对这个一切事物的执着 但是我们刚刚讲过了 这个大家要知道 这个是有过程的 佛 释迦牟尼佛 并没有要求 我们一开始学佛的时候 就放下所有的执着 这个是没有这样子的要求 如果有这样子要求 我们也做不到 释迦牟尼佛 传法的时候 有一个远则性的东西 远则性的东西是什么呢 它绝不可能 它绝不可能有 做不到的要求 佛的这些要求都是 如果我们努力的话 都是能够做到的 但是我们自己不努力 不精进 携带 难夺 这样子就我们做不到而已 实际上是可以做的 佛的所有的这些戒律 或者是佛对我们的这个要求当中 没有一个是完全是超越一个人的范围当中的 这样子的要求 这个是不会有的 为什么呢 这样子的要求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任何人都做不到 任何人都做不到的这样要求 说了有什么用呢 没有用 所以佛在这方面考虑得很清楚的 所以包括出家人的戒律 在家人的戒律 包括密宗的 宪宗的 大乘的 孝乘的 所有的这些戒律当中 不可能出现这样子的要求 所以佛陀没有要求我们 学佛的第二天的时候 就所有执着都放下 没有这样子的 没有这样子的要求 那么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我们从有执着到没有执着 有执着从一开始 有执着奏向没有执着 也可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我们截足有执着的东西的力量 然后往没有执着的方向奏 这个中间当然有一个很长的过程 有个解断 这当中是我们没有办法放弃这个执着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今天这些做的 或者是我们在通过网络 这个听课的外面的 这个师兄的层次 补齐 有些人学佛很长时间 修行修的也是相当不错的 这样子也有 也许有开悟的 证悟的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排除的 那么多数的人 就没有太多的学习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这样子 今天这样子的 层次不太起的 这个场合当中 降一个空心 比较有难度的 这个是最不好讲的 比如说我们大学的学生 中学的学生 小学的学生 大家都处在一起 要给他们讲一堂课 这个非常难的 这个很难的 但是我们希望 今天我在讲空心 我想很多人不能理解 不能理解的人 没关系 只要你们对空心 不要有什么想法 就可以了 你今天不懂空心 没关系的 以后我们可以 慢慢慢慢地去消化 今天一开始的时候 就一开始进入 刚刚进入佛门的时候 我就讲空心 这个肯定是吃不晓的 但是这个没问题 一步一步 只要对空心 不要有什么想法就好了 你们不要认为 佛怎么可能是空心呢 这肯定是错误的呀 什么什么 不要这样子 大家要知道 佛陀讲肯定是有道理的 我暂时没有办法理解 但是我就慢慢地去 我慢慢去思考 这个肯定是 释迦牟尼佛讲过了 这么2500年当中 这么有智慧的 这么了不起的这些人 亲身经历过的东西 这个它是有 就像我们做一个科学的实验 首先它需要有科学 它需要有理论 然后它需要有方法去实验 最后的成果 这个就是科学的一个 正式一个东西的过程 就是这样子 那么佛教也是 它有它自己的理论 然后又这么多 2500年当中 这么多人去 反复地去做过实验 最后这么多人 在这个上面 就获得了成就 也有成功的结果 有理论 有这个中间的 这个实验的过程 最后有结果 都有的 这个跟科学的实验 科技的成果 是一样的 都一样的 所以只不过我自己 暂时不能理解而已 但是我现在我要冷静一点 我现在暂时不要去 没有办法肯定 这个是对的 但是我也不要去 否定它 我们要保持一个 这样子的心态就可以了 刚刚入门的人 就是只有这样子了 因为我们的这个层次 永远都是不起的 永远都没有办法 我们这么多人 永远都没有办法 达到一个程度了 所以要不然 就永远都不要将空心了 但是这个我们 也不能这样子 所以还是把这个空心 要讲两种说法 佛经里面 有两种说法 什么呢 有一种佛经当中讲 空心不能随便讲 如果有人对空心 产生了一些不好的想法 他认为这是错误 去否定的话 那就是对这个人不好 他会造诣的 所以就不要这样 有一种这样子的说法 另外一种佛 就是说空心应该去讲 有可能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很多人是 不能理解的 但是对这些人来说 比如说我今天 什么也不讲 只讲大家 大家能够人通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要做好人 做好人 平时我们要多念经 祈祷佛祖 佛祖一定会抱怨我们 长寿 肩肯 以后儿女都应该 一定会考上很好的大学 然后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 大家都能够理解的 只要是学佛的人 都能够理解 如果讲空心的话 那就是有些人能够理解 有些人就不能够理解 如果这个不能够理解的人当中 有些人对这个空心 产生了五解的话 那么这个人听了好 是没有听好呢 佛就是说还是听了好 为什么呢 他虽然是对空心有无解 但是他听到了 这个波罗波罗蜜多的意思 那么暂时 暂时是对这个空心 对空心生起了五解以后 他会造也的 但是因为听了空心 不久的将来 他的轮回一定会结束的 如果根本不讲 我们只讲一些 大家都能够理解的话 那他的轮回什么时候结束呢 就不好说了 所以佛还是说 还是要讲了 文殊菩萨和释迦牟尼佛 一个对话 大乘佛教里面 所以我们空心是要讲的 但是不能理解的 要做好思想准备 这个里面是有一些东西 是我可以不理解的 但是这个很正常的情况 因为我们现在 没有一步一步地去学这样子 但是我今天不会讲 很神的 很神傲的空心 就讲一些 我们大家都比较 能够空心当中 空心当中 空心当中 我们也可以分 非常神傲的空心 和比较容易理解的空心 也可以这样子 我们今天讲的是 比较容易理解的这种空心 佛教将空心 比如说 这个 波罗波罗蜜多心经 大家都学佛的 不学佛的 心佛的 不心佛的 大家都知道 这个就是在中国 这么多 这么两千多年当中 这个传统文化当中 它就是一种文化 所以不学佛的人 根本不心佛的人 去看一看心经 背一背心经 草心经 这些都有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 这个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说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有这么四句话 色不一空 空不一死 那么 金刚经的 这个最后的时候 然后又有一切的 有违法 都是如幻如梦 这样子的有几句话 那这两个的意思 是什么呢 就是说 首先 色是什么意思 当然不是讲的是色情 这个是物质 佛教里面 色这个字 来形容物质 物质 这个物质的意思 并不是哲学上的 这种物质的定义 哲学上的物质 就像这个桌子 桌子 砖头 钢筋 水泥 这样子的东西 叫做物质 然后我们今生上的 今生 它就不在 这个物质的范畴 但是在佛经里面 物质 什么叫做物质呢 除了我们 平常 或者是 哲学上的 这个物质以外 还有我们的今生 也叫做物质 在佛教里面 这个也叫做物质 这个定义的 范围 的范围 不一样 佛教里面的 这个物质的定义 是什么呢 任何一个 凡是物质也好 这个精神也好 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 能够给另外一个东西 起到作用的 好的作用 不好的 正面的 负面的 这种东西 无论是物质也好 无论是精神也好 这佛经里面 这都叫做物质 废物质 废物质是什么呢 给任何东西都不能起 永远都没有办法 起到任何的作用 但是我们的观念当中 就是存在一个 这样子的东西 比如说虚空 虚空空间 虚空 我们大家都认为 天 地 然后就有一个 天空的存在 这是我们的概念当中 但是实际上 什么是天空呢 什么是虚空呢 它没有一个 具体的 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这一类的都叫做 在佛经里面 这类都叫做 废物质 这个叫做废物质 因为这个天空 它没有一个 具体的东西 所以它不能 给任何东西 产生好的影响 不好的 正面的 负面的 它永远都不会 产生这种 这种影响 所以这叫做 非物质 那么这个 舍就是物质 然后我们今天 不讲其他的物质 我们就讲物质当中的 我们自己的自我 自我 那我们今天 每一个人 我们是一个 生命的隔体 那我们也在 这个物质的范围当中 我们 我们不是 不是一块砖头 我们不是钢筋 不是水泥 但是我们是物质 怎么讲呢 就是因为我们是 精神和物质的 一个综合体 所以我们也是 物质的范围当中 那么我们现在 要去观察一下 那我到底 我自己是什么 这个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重要 实际上 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所有的 比如说科学 哲学 或者是世俗的 这些文化当中 各有各的 这个长处 也有非常好的 这些这个 这个见解 但是呢 唯一的一个问题呢 是什么呢 就是自我 这个自我的 人事 人质上面呢 就是存在一个 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哲学家 他也去思考 很多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 宇宙是什么 世界的本质是什么 两千多年前 就开始思考 这些问题 但是呢 没有说我自己的 本质是什么 然后这个 佛经里面呢 他认为 释迦牟尼佛 认为我们的 这些很多的痛苦 有些时候呢 我们对外在的 一些东西的误解 或者是我们 对外面的一些东西的 错误的理解 导致的 有些东西 但是呢 绝大多数的痛苦 绝大多数的痛苦 都是因为我们 不认识自己 不认识自己 就是我们对自己的 一种错误的观念 产生的 导致的 这样子 执着 所有的痛苦 都是来自于执着 我们可以这么说 所有的 就是说 我们今天的 现实生活当中 所面临的 所有的这些 这些 这些痛苦 都来自于执着 可以这么说 都来自于执着 那我们 除了我们 今生上的以外 肉体上的 这个是不是 来自于执着呢 我们可能 很多人想 我们在 我们的今生上的 这些痛苦呢 就是来自于执着 我们很多人想 这个可以说得过去 但是 肉体的 这个 痛苦 这个我们 跟我们的执着 是没有关系的 不执着的话 它也会有的 很多人会这样想 但是这是错误的 不会的 如果 我们 不执着 我们不执着 这个肉体的话 那么 肉体上的 这个痛苦 就不会影响到 今生 这个有一个 很 一个很 典型的 就像 异地菩萨 证悟了 异地菩萨的 这个境界 的时候呢 异地菩萨 异山 因为他 证悟的 这个范围 证悟空心的 这个神度 还有他的光度 都已经超越了 这个小乘佛教的 这个空心 所以 异地菩萨 异山 他不但是 没有今生上的痛苦 肉体上的痛苦 他也没有 然后 阿罗汉 小乘佛教的 阿罗汉 他没有 今生上的痛苦 他因为 他证悟了 无我 所以他 对我 没有对我的 执着 所以他没有 这种 今生上的痛苦 今生上的痛苦 比如说 今天有一位 阿罗汉 他面临了 各种各样的 不公平的 待遇 那他心里 不会有 任何的 懂摇 他不会有 这个痛苦 今生上是 没有痛苦的 但是他的 肉体 是有痛苦的 阿罗汉的 肉体 是有痛苦的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 证悟的 这个 经节 的 神读 他的光度 各方面都 哺乳 达成佛教 所以 他的这个 证悟的 力度 没有那么强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 消除 这个 肉体上的 这个痛苦 那么阿罗汉 跟菩萨的 异地 异地 菩萨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 区别呢 那就是因为 他们的 阿罗汉 他虽然 对我不执着 但是 对 肉体 对外在的 东西 他还是会执着的 执着 所以他 还有痛苦 菩萨 异地的 菩萨 他不但是对 不但是对 自己的 对我 对自我 没有执着 而且 对整个宇宙 对整个万事 万物 都没有执着 所以 他的这个 肉体上 也是没有痛苦的 所以 但是这个是有 很强的 很强壮的 这个 指挥 也就是说 很神的 指挥 才能够 达到 这个 境界 我们当下 当下我们 能够感觉到 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 修行的力度 不够 所以我们的 我们的不执着 还不能消除 肉体上的痛苦 我们的 但是我们的 不执着 完全可以消除 精神上的痛苦 这是肯定的 我们的所有 所有的 这个痛苦 都是 来自于 执着 据一个非常 简单的 例子 在我们的 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 遇到的一些 一些 一个 一个 例子 据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对 一个人 或者是 对某一件 东西 比如说 车子 房子 这样子的 东西 非常的 执着 或者是 非常的 喜欢 非常的 在乎 非常的 在乎 一辆车 非常的 在乎 一个人 非常的 在乎 一栋 别墅 这样子 的时候 如果他 非常 执着 非常 在乎 的时候 失去 这个东西 失去 这个人 失去 这个车 失去 这栋 别墅 他对 他 带来的 痛苦 是非常 非常 大的 很大的 痛苦 然后 过了 两年 三年 五年 以后 他 如果 失去 这个人 失去 这辆车 这栋 别墅 也许 对他 没有 任何 的 痛苦 为什么 因为 再过 几年 以后 他有可能 他的流行当中 发生了 变化 有可能 他对 这个人 不执着了 两三年 以后 他对 这个人 也许 根本 没有 今天 对他 执着的 百分之 一 或者是 百分之 五 都没有 这样子的 情况下 这个 失去了 今天 失去 这个人 跟三年 以后 失去了 这个人 实际上 是一样的 就是 失去了 就这个人 或者是 扯 或者是 另外一个 东西 现在 社区 和未来 的 社区 实际上 就是这么一个 东西 完全是一样的 本质上来讲 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区别 就失去 这么一个 东西 但是 这个 社区 对这个人 的 这个 痛苦 完全是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 非常执着 这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刚 拥有这个东西 才这么几个月 这么一年两年 所以我非常地 在乎这东西 这个时候 这东西 失去了 那我 对我的 这个大击 床上 是非常非常 不可思议的 有些人 还过不了 这个关 根本就 熬不过去 就走极端的路 这样子的可能 或者是 抑郁针 这样子的可能 都有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 太过度地 去执着 这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 无常 无情的 这个变化 让我强制性地 离开这个东西了 或者是强制性地 离开这个人 但是我的 意识呢 根本就 不放这东西 死活就 不放这东西 抓住 这样在这种 强制性地 这个 离开 舍去 这个是非常 非常痛苦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 我的心 放不下 这东西 但是因为 客观的因素 不让我拥有 这东西 这两个 矛盾的时候 是一个 很大的 痛苦 我们必须要 知道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 什么呢 我痛苦的秘密 所有的痛苦 是怎么来的呢 这是因为 我们的 意识的 这种 我们的要求 跟客观的 这些东西 两个不符合 或者是 矛盾的情况下 产生的 如果这个现实 我接受了 或者是 这个现实 跟着我的要求 走 或者是 我的这种 观念 就跟这个现实 走 或者是我接受它 这样子的话 这些痛苦 是没有理由的 它不会产生的 所以 释迦牟尼佛 首先让我们 告诉我们 轮回是痛苦的 让我们有危机感 让我们有危机意识 让我们做好 思想准备 然后 让我们做 各种各样的训练 出力心 菩提心 整无空心 实际上 这都是一种 心灵的训练 让我们做好 这些训练 有一天 这些东西 摄取了 那就是 对我们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影响 那这个时候 有些人会误解的 那是不是 释迦牟尼佛的 这个教育 是不是把一个人 就变成一个 非常 没有 没有 通情形的 就是像一个人 就是变成一个 木头一样 离开什么人 摄取了什么人 都无所谓 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影响 是不是把我们 训练成这样子 当然不是了 这个我们可以 看得到 菩提心是怎么样 培养的 我们这个小癌 范围很小的 这个小癌 放弃了 以大癌来代替 大癌是什么呢 对天下所有 终生的这种癌 叫做大癌 小癌是什么呢 对我们的 一个小范围 当中的癌 是小癌 然后大癌 才是真正的癌 就是五条件的癌 五自私的癌 然后小癌 全部都是建立在 自私的基础上 自私的基础上 比如说 他在乎 他非常在乎一个人 然后这个人 摄取的时候 他很痛苦 他为什么痛苦呢 就是建立在 自私自利的基础上 因为这个人 离开我了以后 我以后的日子 不好过呀 怎么怎么怎么样 然后就很痛苦 如果这个人 离开我了 我过的 我的日子 将来的日子 过得更好的话 我非常有信心的话 会痛苦吗 很多人都不会痛苦的 所以小癌 实际上根本不是癌 小癌是自私自利 大癌 才是真正的癌 所以释迦牟尼佛 让我们用大癌 来替换小癌 小癌 往往是会伤害别人的 会伤害自己的 表面上的癌 实际上不是癌 所以让我们把这个小癌 放弃 小癌可以放弃 然后大癌 不会伤害我 不会伤害别人 如果有什么利益的 冲突的时候 我愿意牺牲 我也愿意付出 那小癌 会愿意吗 不会愿意的 不愿意的 就是小癌 就是在两个夫妻之间也好 兄弟姐妹之间也好 一个很小的事情 就是钱 车 房子 或者一个更小的 就为了一个这样的动机 斤斤计较 然后产生这么多的 不开心的事情 所以小癌 实际上不是癌 但是因为我们 这个佛教里面 讲的爱也好 痛苦也好 任何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非常 深层次的去思考这些问题 然后对癌 不癌 幸福 痛苦 下这样子的定义 然后我们的这种定义 对痛苦的定义 对幸福的定义 都是非常的表面化 非常的表面化 我们根本就没有去深入地去考虑 所以 佛陀的这个观念 佛陀的心肤的定义和痛苦的定义 和我们普通人的心肤和痛苦的定义 有些时候会发生一些冲突 发生冲突 那这个时候 我刚刚讲的 就是实际上 这个空心 是一个所有物质的 深层次的角度去 对这个物质下的定义 这个完全是一个正确的 但是我们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去思考 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经常会说 佛教的 空是不对的 佛教说 人生痛苦 这是消极的 落后的 悲观的 我们会去 在佛教上面 我们会去贴一些这样子的标签 实际上我们自己 没有深入地去考虑 深入地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 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的立场 或者是我们的 站的角度的层次不一样 层次不一样 所以有些时候会有矛盾 但是这个很正常的 这个时候有矛盾 我们觉得有矛盾的时候 我们要保持冷静 冷静一下 我慢慢地去学 如果我想否定的话 那我也要找一个 非常有说服力的东西去否定 这个不能说 因为我不认同 我不相信 所以你这是不对的 我不能这样子说 我找到一个更好 更有说服力的东西去 否定它 这是对的 这逻辑上是说的过去的 这是如果我想否定的话 也这样子 如果我不想否定的话 我想肯定佛教说的 但是目前我没有办法接受的话 那我现在什么也不说 我不说 但是我慢慢地去学 慢慢地去消化 这样子我们不会造业的 这样子是非常好的 那这时候 我们刚刚讲的痛苦 这些都是佛讲的 一开始的时候 佛说人生痛苦 我们就不能理解了 怎么痛苦呢 我们也有很多心腹的时候 是这样子的 佛这个不会否定的 释迦牟尼佛说 六道轮回当中 人 田 人和田 是我们的前世的福报 并不是我们前世 煞道阴亡 今天就有机会做人 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我们前生是 煞道阴亡的话 那么我们今天不再做人了 我们肯定做地狱 动物 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做人是什么 就是因为 是我们国取信闪的国报 那么闪的国报是什么呢 闪的国报应该是心腹 不应该是痛苦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释迦牟尼佛 他没有否定 现实生活当中的心腹 就是我们甘观 能够感觉到的 这些缩为的心腹 为什么叫缩为呢 因为他这个心腹 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心腹 这个里面有很多不行的东西 心腹当中也有缠扎了 很多不幸腹的东西 即使是心腹 一个纯粹的心腹 那也是很短很短 很短暂的 所以佛觉得 释迦牟尼佛觉得 这个用心腹两个字 来形容这些东西 是不太恰当的 用痛苦这个字来形容的话 第一个 是比较符合它的本质 第二个 我们可以警告 警告所有的人 这轮回 不要太理想华 这个对轮回的这种 起亡 不能顾告 我们不要太乐观 不要太悲观 正是 正是神明 正是这个实践 这是佛陀的坚解 这叫做 时间的正坚 正确的坚解 但是有些时候 因为我们自己的 学习的程度不够 我们学习的程度不够 我们有些时候 会觉得 这个佛讲的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进一步 去慢慢思考 一定会 大家一定会 可以人同的 空心也不例外 那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因为 我们比如说 现在 摄取一个东西 跟三年五年以后 摄取这个东西 实际上这个东西的 本质上降 从它本质 自身的价值上降 是完全是一样的 但是 这是对我的 对我带来的 这个痛苦 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 非常执着它 两年三年以后 不执着它 我不执着它的时候 它没有了 这个时候 有可能 没有任何的 这种 这个痛苦 也许有痛苦 但是就是 只有一点点的痛苦 这个是我们经常 看得见的 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东西 这就是 充分地说明 充分地说明 我们的痛苦 我们的痛苦 来自于什么 我们认为 来自于外界 其实不是来自于外界 而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类型当中 类型当中 就是因为我自己的类型 抓住一个东西 不放的时候 不放 不放下 但是因为客观的因素 让我们强制性地放下 不允许拥有这两个 客观和我们的主观 就发生冲突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会 产生很多的痛苦 然后释迦牟尼佛讲 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打开心胸 要了解人生 要了解生命的真相 去接受它 接受 你接受了以后 然后就是 不会有这么多的痛苦 你必须要知道 它本身就 比如说 比如说 轮回痛苦 轮回痛苦 或者是忍的 比如说亲戚朋友 父母 这样子的离别 但之前就是训练 我就训练好 一切都是无常的 所以我最喜欢的 最爱的父母 亲戚朋友 或者家里 其他人 总有一天 一定会摄取 那么摄取的时候 这是客观上的 一个这样子的 自然的规律 这个是任何人都 没有办法改变它 这个时候我要相通 相通 那怎么样的情况 这个前提是什么 在这个之前 我要训练 训练了以后 然后我到时候 真的这个东西 摄取的时候 我也能够相通 但是我可以 跟更深层次的角度 去转变这一切 这些表面上的东西 它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我再痛苦 也是没有用的 我要顺起自然 但是这个 是不是这一位置 我们什么也不做 该发生什么 就什么发生 该发生什么 就发生什么 该怎么样 就怎么样 是不是这样子 那不是 用一个长远的角度 用一个更深层的角度 去我们去改变 整个的这些一切 这一切 这些表面的东西 它自己有一个 自然的规律 这个我们再痛苦 也是没有用的 我要相得通 要接受 但是我同时 我就去一个 更深层次的角度 去把它整个转变了 整个怎么样 整个转变呢 那就是我们去 争无空心 争无空心 把我所有的 自己的一切执着 打破了以后 然后我们不会有 我们不会有这些 因为这个小癌 这个导致的这些痛苦 或者是一些 自私自离 带来的这些痛苦 都不会有的 都不会有的 但是这个我们刚刚讲的 人不是变成 没有情感的 就像变成一个 武之 一个砖头 木头 不是这样子 这个时候 我还有更好的 同情心 关癌 这叫做菩提心 这个我会有的 但是痛苦是可以没有的 这是最深层次的 去把它整个转变 这个是佛陀 给我们的一种方法 其实这是一种 佛陀的人生治理 我们以佛陀的智慧 来指导我们的生活 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的生活的品质 生活的质量 然后就是生活的意义 都一定会有所提高 有所提高 所以这时候 我们需要这样子的智慧 那这个智慧 最后这叫做空心 那我们现在 简单地说一下 什么叫做空心 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一切都是 对我们来说 这么的真实 我们眼睛看到的 耳朵听到的 我们的初觉 感觉到的 这一切 对我们来说 这么真实的东西 一个这么真实的东西 我们怎么能够叙述 这些都不存在呢 这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 释迦牟尼佛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并没有说 我们的眼睛看不到东西 肯定是看得到了 如果说佛陀说 我们眼睛看不到东西 那这个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 我们明明看得见 然后释迦牟尼佛 不会告诉我们 你们的耳朵听不见声音 那什么叫做空心呢 佛告诉我们 我们的眼睛是可以看东西的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物质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是假的 就是这个意思 是假的 虚幻的 虚幻的 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 但是这东西 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 但是实际上 它不是真实的 实际上和仙相 这两个要分开 这两个分开 分开了以后 然后这两个叫做 在佛教里面 这叫做生以地 和实属地 实属地是什么意思呢 世俞地 是我们的 我们的言而彼此神 还有意识 我们的干官的结论 我们的干官 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这个结果叫做 世俞 后面有一个地字 这个地字是真实的意思 真实的意思 一个真确的 真实的意思 这就是说 在我们的 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 世俗 这两个字的后面 加一个字 第一 就是世俗地 意思就是说 虽然它的本质是虚幻的 但是对我们来说 这个现实生活当中 是一个 对我们来说 它显得 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 比如说 我们做梦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知道 梦里面看见的一切 都是我们可以 新过来的时候 可以否定 但是正在做梦的时候 这梦里面的一切 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真实的 跟我们的现实生活 是完全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做梦 继续做梦 一辈子都不新过来的话 那我们没有办法分 这个现实生活 跟这个梦 没有办法区分的 它真实到这种地步了 它已经真实到 一个这样子的地步了 但是我们新过来了以后 可以否定它的存在 我虽然在做梦的时候 梦里我发财了 我一样的很高兴 梦里面我发生了什么意外 我一样的很痛苦 都是完全是 在现实生活当中 完全是一样 但是这个我们 可以几个小时以后 可以否定 可以否定 现实生活 我们真误的时候 成佛的时候 我们可以否定 或者是我们 真误了菩萨的第一底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否定 或者是我们真误了 大圆满的初补的真误 或者是禅宗的民心建心 我们大道论民心建心 或者是净土总的 已成不燃 达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 我们也基本上 基本上可以否定 它的存在 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还是一个 半岁半信的状态当中 还没有完全醒过来 完全熟醒 就是佛 佛就是在这个人生的场蒙 轮回的场蒙当中 他完全熟醒了 所以他是可以 全面地可以否定 那我们的初步的真误 大圆满的 禅宗的民心建心 大圆满的真误 这些都是 还处于 搬随搬心的状态当中 所以他也可以 基本上可以否定 他的真实性 我们现在真是做梦 连半岁半信都没有 根本就是没有行 半岁半信都不是 我们现在就是 沉睡正在做梦 这个时候 这轮回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 任何人说这个不存在 都没有用 对我们来说 这是存在的 但是任何一个东西 他有两个两面 一个是他的真实的现象 一个是他的现象 罗鼠 哲学家罗鼠 他有一个论点 非常有意思 这个题目叫做 现象与实在 就是说一张桌子 他有他的现象的一面 然后他有他的正式的存在的一面 然后我们简单地说 比如说一张桌子 他的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一张桌子 一个比较长远性的一个五体 一个五体 这是他的现象 这是他的现象 然后他的这个正式是什么呢 这里没有一个这么长远性的东西 这里就是有一大堆的圆子 有一大堆的圆子 这里没有长方形的东西 这是他的真实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他的这个现象 现象与他的这个真实 这两个人和一个五体 都有这样子的 都有这样子的这种 这个两面 那我们今天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宇宙也有 也有他的真实 和他的这个 他的现象 比如说我们从地球上看 这个宇宙 宇宙银河心的这个银河比 这个圆圈叫做银河比 从我们的地球上 地球上看 它是一片白色的 一片白色的 就像星云一样 一片白色的 从我们的肉眼看 这是他的银河比的现象 如果我们坐宇宙飞船 靠近看的话 这里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一片白色的 全都是星星 每一个都是不同的个体 这里没有一片白色的东西 都是小小的星星 这是他的存在的一面 但是我们的肉眼 就因为这么长的距离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识别 所以这个光 到了我们的这个眼睛 那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片白光 一片白光 实际上它不是一片白光 这是银河比的实在和现象 实在和现象 实在和现象 然后我们就大到银河 然后笑到我们自己的身体 也是一样 我们的身体也有一个现象 现象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就是一个人的身体 有头有手有脚 一个这样子的人的形象 人体 然后它的真正的 真实的东西是什么 真实的东西 我们刚刚讲的一样 就是这么一大堆的原子 然后再下去 就是这个所谓的这种例子 基本的例子 我们根本找不到一个人 头在那里脚在那里 根本没有 这些都是现象 实际上就是一大堆的原子分子 没有这些东西 这个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有的 但是我们会想 这些都是人的身体肉体 肉体我们大家都知道 死了以后 它不会带走的 就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会投身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么我是什么呢 那肯定就不是这个肉体的话 那就是精神 那就应该是精神 除了肉体和精神 两个以外 还有一个肉体和精神的云动 这三个东西就构成了我们所谓的人 人是肉体 精神 肉体和精神的活动或者运动 这三个东西叫做人 这三个以外没有人 那如果我们不承认 这个身体是我的话 我们说这个身体就会 最后就还是会变成 毁成 它就会融入在这大敌 但是我不是到此为止 我还要会轮回 我们会这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的我 那应该是什么呢 那就是应该是精神和精神的活动 因为肉体不存在了 那么肉体不存在 肉体的活动也就不存在 那精神 那精神 什么样叫做精神呢 我们大家一定要去了解一下 要去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对自己的定义是什么 大家知不知道 我们从小 从一两岁到现在 我们所有人都 无论是有文化的 没有文化的 科学家 哲学家 我们普通的老百姓 我们所有人 所有的人都有 包括动物 有一个 共同的观点 这个共同观点是什么呢 大家都 就默认了我的存在 自我的存在 自我的存在 那么我们的这个 自我的存在 是什么叫做 你以为是 认为 什么叫做 我呢 如果我是存在的话 那你认为 我应该是 以什么样的 心事存在 如果我们像 哲学里面 讲的那样子 去给我 给自我 下一个定义的话 你们怎么 下什么样的定义 这个很重要了 我们绝大多数的人 我们学校里面 没有接受过 这样子的教育 我们没有去想过 给我下什么样的定义 我们没有 但是佛学里面有 佛学它不认同 我的存在 但是佛就分析 佛学就分析 你以为存在的 这个 我对你的观点来说 应该下三种定义 它是怎么讲 三种定义 三种定义当中 第一个是什么呢 我是永恒的 永恒的 至少 比如说 根本就不承认 前时 后时的人 那他也会说 我生下来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 我甩牢的时候 我死亡的时候 那么他认为 这个八十年 九十年当中的我 他认为是 就是只有一个我 至少在这个 几十年当中 七八十年当中 他是永恒的 他根本就不认为 小时候的我 是另外一个我 然后老的时候的我 又是另外一个我 年轻的时候 又另外一个我 又这么多的我 我们不会这么说 大家都会 如果我们这样认为 那就 我们不会买 养老保险的 为什么呢 他不是我 为什么要为他 买保险呢 但是我们认为 我老的时候 八十 八十九十岁的我 也是我 今天的我 所以我要给他 买保险呢 我们是这样子 我们无心当中 认为这个是永恒的 实际上我们 从来没有去 思考过 他永恒不永恒 没有这样子 但是我们默认了 我们认为这是 不管我承不承认 前世 后世 这都我们现在不说 比如说是一个 挥舞论哲 他根本就不承认 前世 后世 但是他也认为 小时候的我 和老的时候的我 至少七八十年当中 他不会有什么变化 就是我 小时候 老的时候 都是我 他也会 这一点 他也会人同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 全人类 全生命 只要有 这个意识的 这些生命 除了知物以外 大家都是人同的 包括懂物 也是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定义 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定义 第一个是永恒 这是第一个定义 然后第二个定义 是什么呢 肚理 我们每个人都说 我是肚理的一个人 我是肚理存在的 我生下来的时候 我是一个人生下来的 我现在 我也许有亲戚朋友 什么陪我 什么都可以有 但是我是一个 一个独立的生命的个体 我的存在 不需要依赖任何人 不需要 当然我们出生的时候 我们需要依赖 我们的父母 没有父母 不会有我 但是我生下来了 以后到死亡为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是一个独立的生命的个体 我的存在 不需要依赖任何东西 我就是一个生命的个体 意思就是说 我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一个个体 这是我们对自我的第二个定义 我们都是这么人为的 我们根本不会说 有很多的我 今天的我 明天的我 现在的我 未来 不会这样子的 我们永远都会说 未来我要这么怎么样 过去我是什么什么样子 我们认为 未来 过去 现在都是只有一个我的存在 从来都不认为 有很多的我存在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定义 然后第三个定义 第三个定义 我们认为这个 柔体 柔体是被我所通知的 我是这个柔体的通知者 我指挥 我指挥我的嘴巴 让他说什么 他就会说什么 然后我指挥我的眼睛 往左 往右 让他往那边看 他就会往那边看 我是这个柔体上的一个通知者 通知这个柔体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就这三个 这三个是我们的对自我的定义 这个是我们所有人的对自我的定义 我们无心当中认为 我是一个这样子的心事存在的 第一个是永恒的心事 第二个 它是一个独立的心事 第三个 它是一个通知者 可以通知这个柔体的 一个可以智慧 可以智慧我的大脑 可以智慧我的手脚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这三个是我们对自我的定义 那各位大家也可以想一想 除了这三个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定义 也可以想一想 或者说我们这三个定义当中 有没有某一种 是对我们的自我的概念不符合的 有没有这样子 如果有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自己 再可以床间 其他的说法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人通了以后 那我们就去寻找一下 那么这三个有没有 在我们的身体上 或者是我们的精神上 有没有这样子的东西 那我们回去再找一下 寻找 寻找的时候 如果有我的存在 那一定会在我的身体的 Lay或者Y 它不可能存在 这个房子 砖头 车子上面 不可能 为什么呢 我永远都不认为 这个车子是我 在佛教里面 这个叫做 我所 我所拥有 我和我所 我所的意思就是说 我所拥有的一切 有些时候呢 有些时候我们认为 收就是我 我的收痛的时候 我会说 我很痛 有些时候呢 我们把头当作我 我头疼的时候 我会说 我很痛 我很痛 有些时候我们会这么说 把头当作我 把手 或者是手指 当作我 有些时候呢 我们把手 当作 我所拥有 会说 我的手 我的头 那么你的手 你的头 你是什么呢 这头啊 手啊 脚啊 全部都是你的 不是你 都是我的心脏啊 我的什么呀 血液啊 我的骨骼啊 皮肤啊 那么这一切都是你 那么你也会说 我的今生 今生也是你的 不是你了 那你到底是 除了这些 所有这些东西以外呢 你自己是什么呢 那我们怎么回答呢 这是一个问题啊 哲学上 应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科学的角度 应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从我们 普通老百姓的角度 应该怎么 这是一个问题啊 如果有人这样子 吻的话 那我们应该怎么说呢 这两个问题 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都会说的 有些时候 说是我的头啊 然后 如果你可以说 我的头 我的大脑 那这样子 任何一个东西 都可以说是我的 大脑 是我们的所有的 这个身体的部位当中啊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如果有我的话 那应该是他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说 我的大脑 那这时候呢 我完全这些东西 都不是我 我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这些东西都是我所拥有 我是通知者 他们是我所拥有的 我的头啊 我的脚啊 所有的这么说 那么这些东西都 都不是我 是我的东西啊 我的工具 我的所拥有的 那么你自己在哪里 那我们都说不出来了 为什么说不出 应该是我自己 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是最熟悉 最了解 我自己都不了解我 那谁了解呢 那难道我们还要 逻辑来证明我的存在吗 难道科学的技术 科技来证明我的存在吗 有这种 我们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这个就是说 人的愚美 最大的愚美 就在这里 我们懂天文 地理 什么都懂 我们可以就是几百万光年 之外的东西 是什么什么 都知道 但是不知道 我自己是什么 释迦牟尼佛就是 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释迦牟尼佛说 你天文地理 很多的知识 可以知道 也可以不知道 没关系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你必须要弄明白 是什么 你自己是什么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有 这个问题呢 就在佛学里面去 佛学里面去走 其他的宗教呢 他会说 大我 小我 大我是什么 就像上帝呀 造无助呀 主宰这个世界的 是大我 这个先不说了 他存不存在 那小我是什么呢 小我 大我 小我和大我 两个融合的时候呢 他们说是解脱了 那好 小我是什么呢 首先要融合的这个 大我 我们先不说 上帝的存在 不存在 非常复杂的东西 先不说 但是小我是什么呢 你认为小我在哪里呢 头啊 手啊 今生呢 这都不是的话 那小我根本就 我们造不到 小我 那我们今天 我自己都造不到 那我们造得到的是什么 这个时候我们会说 我在这个地方 不需要去观察 那我们这么织 织谁呢 织柔梯吗 织皮肤吗 织骨骼吗 那这些东西什么 我们这个时候会说 这些都不是 这些所有的东西 组合起来 比如说很多的 零件 组装一个车子 这个就是车 那就是我们人也是这样子 也会这样子 我们也会这么说 但是这个根本不成立 这个本身不车 车也是一样的 什么是车呢 然后回头观察的时候 有车也就出这种问题了 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逻辑 那我们不知道 我们在这个 这个我的 这个精神 或者是我的这个 这个柔梯上面呢 我造不到一个永恒的东西 我们可以现在 马上就知道 时间 是疫苗中 它都不会停止的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但是不停止的东西 是什么呢 它除了物质以外 没有一个世界 实际上在某一个空间 我们的物质 在不断地变化 这叫做世界 除了这个以外 没有世界 如果一个空间当中 没有任何变化的东西的话 那我们还有独立的时间吗 没有独立的时间 就某一个特定的空间当中 某一个物质 不断地变化的时候 然后根据它的变化 我们可以说 过去 未来 现在 可以这么说 然后就出现 产生了一种 时间的这种观念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这么说 我现在 过去和未来 什么叫做过去和未来 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东西 时间它本身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东西 根本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 根本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 比如说 我们把今年的十二个月 2013年作为现在的话 那么12年以上 叫做过去 14年以后叫做未来 那么就是现在 就有十二个月 如果我们把这个月 三月份 就当做现在的话 那么就是 二月份之前的都叫做过去 四月份以后叫做未来 那现在呢 只有一个月了 如果我们把今天 当做现在的话 那么从昨天以前 叫做过去 明天以后都叫做未来 现在呢 只有一天 如果我们一个小时 一分钟 或者是一分钟的千分之一 或者是一分钟的万分之一 作为现在的话 那么一分钟的万分之一之前 都是过去 万分之一之后都是未来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否定的 没有办法否定的 那么这个没有办法否定的话 那就是一个 我们要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什么叫做过去 懂不懂 过去就是已经过了 现在不存在的东西叫过去 如果它还存在的话 根本不叫过去 存在的东西都叫做现在 因为它过去了 它不存在 它消失了 所以它叫过去 那我们就只能承认 我们就乖乖地承认 从现在这个疫苗中的万分之一之前 全部都是不存在了 前面都不存在 因为它是过去 这个我们大家 很多人应该是学过 这个新式洛基 大前提 小前提 还有它的结论 然后 凡是过去的东西 凡是过去的东西 都已经消失了 都不存在 这叫做大前提 然后疫苗中的千分之一之前 都是过去 就承认了 我自己承认了 我们都承认 这叫小前提 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就疫苗中的千分之一之前 都不存在 结论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不能不承认 如果这个都不承认的话 那就是根本就不懂得推理 不懂得逻辑 跟这种人说话是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干出去不说就好了 自己认为有就可以 不没有也可以 根本就没有办法堆华 没有办法堆华 这基本的逻辑都不承认 就根本没有办法堆华 那好 如果承认的话 那就这个之前都不存在了 这两个我们两个都公认了 都不存在 然后 那未来呢 也是什么叫做未来 首先是大前提 什么叫做未来呢 就是没有参省的东西 将来可以参省 但是现在没有参省 不存在的东西叫做未来 这个是大前提 这个大家都认可的 然后呢 那这个都不存在的话 那么我们生命当中的 当下的疫苗中的 万分之一之后的所有东西 是未来 这个我们已经承认了 那我们不能不承认 它也是不存在的 因为这是小前提 大前提和小前提 推导出来的结论 两个是不存在 那我这个也 只能说 我的生命当下的 万分之二 疫苗中的万分之一 之后也是不存在 因为它是未来 所以不存在 万分之一的之前 因为它是过去 也是不存在 那现在存在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生命当中的 当下的万分之 疫苗中的万分之一 是存在的 因为它是现在 那么万分之一是 我们刚才不是说 有一个我是 生下来的时候 到思维之 有一个永恒的我呢 那这个现在在哪里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过去不存在 未来也不存在 现在就这么 疫苗中的万分之一 当中 不可能 不可能有永恒的东西 为什么 如果你说 这个疫苗中 疫苗中的万分之一 是自我的话 那么第二个的时候 它也过去的话 它也一样的不存在 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说 什么是我呢 第一个 我们的第一个定义 对我的定义 就失败了 就是我们的精神上 没有这样子的 永恒的东西 我们的肉体上 没有一个这样子的 永恒的东西 所以第一个定义 就失败了 这上面没有了 没有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开始思维 我们去思考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独立的 就是一个独立的自我 那这个存不存在 那这个如果存在的话 那也可以 但是呢 我们可以说 一个 疫苗中的万分之一 疫苗中 我们把疫苗中 分成一万个小单位 一万个小单位 那么这个一万个小单位当中 那一个是我呢 如果我们这个当中 只有一个我 另外的 九千九百九十九 不是我 这是其中一个我 如果这样子 我们承认的话 那这个是凭什么呢 你为什么说 这么多的生命 一样的是 我们自己的生命 为什么其中一个是我 其他都不是我呢 其他都不是我呢 有没有理由呢 根本就没有 这完全是瞎说 没有理由 如果说这个疫苗中 把它分成一万个小单位 一万个都是我 如果我这么承认 那不就是我们承认了 一万个我了吗 那么我们刚才 如果我们成为一万个我 那么我们刚才不是说 我自我是独立的吗 那现在没有独立的我了 从时间的角度讲 是这样的 从这个东南西北 从空间 从空间的角度来讲的话 那我们的生命 大脑 心脏 我们身上的任何一个东西 可以分解 一个物质 可以分解到分子 分子再可以分解到缘子 缘子再可以分解到点子 然后就是最后的 基本的粒子 那么这样子 分解下去了以后 那这个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粒子当中 那一个是我呢 那会不会我们会不会说 这个时候呢 所有都是我 如果所有的我 那就是有成千上万的我 几万个亿的我 如果我们会不会 如果我们说 其余的都不是我 其中一个是我 那凭什么 为什么这么说 有什么理由呢 没有理由 这完全是没有理由的 那我们这个时候 会不会说 这些粒子上面没有我 但是所有的粒子 组合了以后是我 那组合的时候 是什么是我呢 组合了以后 本来就是这个组合以后 组合的东西 它本身也不是一体的 它比如说 我们把几万个 几千个分子组合 用我们的肉体来看 就是一个恶乱式 但它实际上 也不是一体的东西 它也不是一个东西 用纤维镜一看 马上就知道 这不是一个独立的东西 那么它本身组合了 它本身都不是一个独立的 那么它本身都不是独立 这个上面会有独立的我吗 也没有 这时候也没有 所以我们这样子观察 肉体上 然后精神 精神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 十分钟当中 我们的精神上面 有好的情绪 不好的情绪 贪嗔痴 还有忽视乱想 有各种各样的情绪 那么这么多的情绪 比如说我们 十分钟当中 产生一百个情绪的话 那么这些情绪当中 那一个是我呢 我们认为 那一个是我 这个时候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 只能说 这个上面 没有一个独立的我了 那这个样子的话 第二个 第二个这个定义 也就失败了 我的精神 我的肉体上 没有这样子的 找不到 找不到 这里没有一个人 强迫我们 一定要这样子说 没有一个人 强制性的 让我们一定要这样子承认 是我们用自己的智慧 用自己的大脑 去思考一下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应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每一天 为了这个生活 承受这么多的压力 大家都这么辛苦 有钱的 没钱的 要面对这么多的压力 面对这么多的烦恼 绝大多数的人 都是亚健康的 身体都是亚健康的状态 如果不是抑郁症的话 今生 那也就是有这么各种各样的焦虑 那这一切都是最重的目标 不就是为了我吗 不就是为了我 不是为了我 为了谁呢 那么我现在在哪里 我们真的说不出来了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回答 大家思考一下 应该怎么回答 这是一个 这个不是说上帝 造物主 没有那么模糊 这就是让我们自己去找 我们自己的这个肉体 或者精神上去寻找 我的存在 我的存在 这是一个非常 应该是很直接的东西 如果真的有的话 那我们应该找到一个 合理的答案 那我们怎么样揭示这个问题呢 我是什么 这个很重要了 刚才我们讲的这些 比如说从时间的角度来 将这样子分 这个是从哲学 从科学 任何一个正确的学说的角度 将都是说的过去 时间就是这样子的 不是一体的 人的身体就是这样子的 无数的东西组合的 它不是一体 人的精神 也就是各种各样的情绪 串联以后呢 就变成了一个 连续性的东西 这叫做人的精神 这个里面呢 也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一体的东西 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 实在是我们没有办法回答了 那就这样子的话 那第二个 这个第一也是失败 然后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呢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已经前面讲过了 我们的第三个定义是 我是通知者 通知者 我通知 我可以控制 我的大脑 我的肉体 我的精神 那他们都是 被我通知的 被我控制的 我就是控制者 或者是 我就是智慧他们的 智慧者 他们是被我智慧的 是这样子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定义 如果第三个定义 成立的话 那我们 就是刚才讲的一样 我们可以把 连大脑 连我们的这个 器官里面 比较重要的心脏 都可以说成是 我的心脏 我的大脑 这一切 反正我自己可以心里 可以思维的东西 都可以说 是我的 他们都不是 他们都不是我 是我拥有的 我所拥有 那么这些都是 我所拥有的话 那么除了这些东西以外 你自己 通知者 是谁 那么除了这些 以外 你还有什么东西吗 这时候呢 我们就跟着 真的不知道 怎么样回答了 第三个定义 也就失败了 那我们还有没有 第四个定义 第五个 第六个 如果有的话 那也都是一样的 大家要回去 大家要思考一下 这是一个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 游戏来玩一下 也可以 或者当作一个 哲学的一个 一个题目 来思考一下 也可以 或者是我们就 把它作为一个 借脱的 活得借脱的一个 一个方法来思考 也可以 来修 也可以的 这是一个 应该回答的问题了 应该回答的问题 但是我们回答不出来 我们为什么回答不出来 难道我们有这么愚昧吗 连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 有愚昧吗 从我们自己 现实生活的角度来讲 我们肯定会说 人类是最高级的 动物 最聪明的 但是呢 从佛陀的角度来 佛陀一问问题 就问到我们了 我根本不知道 我是什么了 这个时候 我们任何人都 就答不出 我是什么 笛卡尔说 我死 故我在 但是这也是错误的 我死 你怎么思 你怎么思考呢 你到底怎么样思考的呢 是你的精神在思考 还是你在思考 如果说我在思考 那你是什么 除了这个精神 比如说 我们的医师 去像一个东西的时候 像一个东西的 我们去思考一个东西 判断一个东西的时候 前前后后要经过 比如说 在一分钟的时间当中 我们去判断 分析一个 一个哲学的问题的时候 那这时候呢 我们把一分钟 可以分六十个单位 就是六十秒 每一个单位 可以分成千上万个 那就这些当中 那说我死 故我在 那这些当中 我是谁呢 这是他也是 面临一样的问题 所以这也是 也是不对的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出名的 这样子的一句话 但是从佛学的角度来讲 这根本是站不住脚 经不起考验的 根本就是一样的 我死 我怎么思考呢 精神在思考这个问题 难道你的意思是 这个精神就是你吗 如果精神是我 那么好啊 精神是我 你的话 那么我们精神 可以这样子分 一秒 精神呢 现在只有一秒钟的 万分之一 是现在存在的东西 那这个就是你吗 如果这是你确定 这是你 那么第二 这个 一秒钟的 万分之一的 第二个单位 的产生的时候呢 你现在确定 是我的这东西 就不存在 那这个 从此以后 你就确认 我不在了吗 都不对的 所以 所以这些都是不对 所以 但是我们 不观察的时候呢 我们很开心的 一切都是存在的 都是很好的 不要去观察这么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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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释迦牟女佛 也给我们 制了两条路 如果你就是 愿意解脱的话 那你去思考 这些问题 这是重大问题了 这个是我们的 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问题 但是这个 要付出代价的 这个要思考 很多问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可能 有些时候 感到空慌空局 难道我不在了吗 有可能这样子 都有 如果你不愿意 走这条路 那就是 给我们 指另外一条路 另外一条路呢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在什么地方 但是我还是 这个不知道 有些时候 还是很开心的 我可以 可以过 比较 比较好的日子 我虽然是 从长远的角度来说 没有什么安全感 但是暂时 努力工作 然后不遭恶业 尽量地去积累资量 这样子的话 那我也可以 在这个人 或者天人当中 我可以 享受 人天的国报 那我也不知道 谁在享受 我也不知道 享受什么 但是反正 我可以这样子下去 这是另外一条 这是一条路 这叫做 人天诚 人天诚 很多人说 我现在已经很好了 我为什么要学佛呢 我身体健康 我工作顺利 我也有钱 我为什么还要 西方极乐世界呢 我认为 我现在是 西方极乐世界 我根本不需要 去什么西方 为什么要学佛 我还要 为什么还要去学呢 我现在不就 已经很好吗 这种人呢 可以啊 那就不要去学了 什么都不要去思考 如果思考的话 你马立即就 没有安全感 立即就 感到一个空谎 难道我是什么 我以为 我非常的聪明 但是呢 现在我怎么 我自己都不知道 是谁呢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会会出很多 出现很多 释迦牟尼佛认为 这个不太适合 你这样子的人 那你就 那你就 你就好好的 过日子就好了 你在这个 这个这个 过日子 这个过程当中啊 不要杀神啊 不要杀到 阴亡 不要去阻 不要去上海 其他人 不要去欺骗 你就尽量的心善 尽量的心善 尽量的要求自己 好好做人 好好做人的基础上 多做善事 那你不知道 你是什么 没关系 反正你这样子 可以过 这叫做 任天诚 就是没有 这个成熟 不可这个根基 还没有成熟的人来说呢 那就 佛陀只能告诉他们 这样子 那就就是 就一盒灯 有一天 你也许从这个当中 书醒过来的 你 半睡半醒的状态当中的时候 然后你就开始去思维 这些东西 这时候呢 这就说明 你快要醒过来了 快要醒过来了 这叫做 这个 任天诚 另外一个呢 就是 根基比较成熟的人 比较喜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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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的人 比较 喜欢思考的人 比较喜欢 面对这些挑战的人 然后呢 就是有些 就像一些冒险家一样 很喜欢 就是就做 就思考一些 这一类的 问题的人呢 然后让他们去 寻找这个答案 然后呢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 会拒绝的 会反对的 但是呢 就静下来 真正的去思考一下的时候 我没有理由去反对 释迦牟尼佛 也没有告诉我 他没有 他没有给我一个 什么样的思维的模式 他没有 他让我自己 去寻找这个答案 我自己找到什么答案 就是什么 但是我现在 什么答案也没有找 我越找越找不到答案 越观察越 越就找不到答案 那找不到答案 这个就是答案 这是答案 这是什么呢 这叫做空心 无我 这是佛认为 这就是答案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从这个轮回当中 开始书信了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叫做 无我 那具体的修 刚才我们讲的都是理论 这是理论 我们的首先 让我们去寻找我 给我下定义 我们就定了 我们就下了三个定义 然后呢 在我们认为 有我的这个存在的 肉体和精神 和他们的云动 上面 让我们自己去思维 能不能找到 然后就没有找到了 没有找到 这个佛就告诉我们 好 没有找到 这个就是答案 你永远都只能找到 这个答案 如果你再去思考 你再去思考 你就花一百年 一万年的时间 去思考这个问题 那最终的答案 就是这个 现在已经找到了 最终的答案 这个非常好 这个答案 对我们的生活 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我们很多人都说 生活对我们来说 很重要 大家都不愿意 离开这个生活 超越这个生活 然后回头 很多人回问 那这个是一个真实的 是一个逻辑的 这个推理的结果 但是它对我的生活 有什么帮助呢 对我们的生活 肯定有帮助 为什么 我们生活当中 就这么多的 不开心的事情 这么多的烦恼 都刚才我们已经说好了 这个大家我们公认了 这都是来自于执着 执着 那么现在我们执着什么呢 我们肯定会说 我执着我呀 那么我们刚才找了 我所执着的这个我 到底是什么 我们要静下来 去思考一下 这个时候 我不观察的时候 就我很执着呀 执着了以后呢 有这么多的 不开心的事情 烦恼呀 痛苦呀 那现在我们考 思考的时候呢 这些就是因为 这个我的存在 是把我们 给我们带来了 这么多的 这个烦恼 不开心的事情 这个生活当中 但是现在 现在我们就发现 这个自我是不存在的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 一样的可以生活 一样的可以去吃 一样的可以去玩 但是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这些不开心的 这些烦恼 从此以后就没有了 但是出力性 尤其是菩提性 大自大悲 这个大癌 跟这个无我是不冲突的 为什么不冲突呢 因为我 现在证悟了 无我 所以我没有痛苦 但是呢 我的这个大癌 慈悲心 不是对我呀 不是对我 我是对其他人 我虽然是明白了 这个道理 我证悟了 但是天下无数个生命 都没有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我更需要 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们 如果真的存在一个我 然后这个我去感受痛苦 痛苦也是真实的 我也是真实的话 那他们感受这个痛苦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 其实这个根本是不存在的 无种生有的东西 没有的东西 把自己当作有 然后 自己创造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痛苦 然后就是困扰自己 就折磨自己 实际上 实际上这个我们的 就折腾我们的这些痛苦呢 全都是自己造成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这个道理 我明白了以后呢 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 折腾 受痛苦 受折磨的这些 煎熬的这些人 或者生命 对他们 我更加地产生 这个 同情性 关癌 这个时候呢 我更有责任 这个要告诉他们 告诉所有人 所有人也就是从这个 这么一个庞大的 这个徐环的世界当中 摆脱出来 让大家明白这个 黑客帝国 这个电影大家知道的 然后就是你如果 不知道的话 那就是你永远都在 这个徐环的一个 庞大 电脑控制的一个 这样子的世界当中 可以 可以活下去 但是如果你知道 这个生存的 真相的时候呢 你立即就控制住 这个所有的 这些程序以后呢 然后你把这个 程序大破了以后呢 你就明白 这个现实生活 或者是 人类生存的真相 然后所有东西 都一下子就会消失的 这个跟我们的 跟我们的佛教是一样的 我前几天也讲过 也许你们都听过了 也许有些人还没有听过 就像这个黑客帝国里面呢 一个叫做摩菲斯 他拿两只 两个腰碗 一个是绿色的 一个是红色的 然后就是这个电影里面的主角 这个李瑶 让他炫 给他讲 我现在 我就 这个手里面呢 一个是红色的腰碗 另外一个是一个绿色的腰碗 如果红色的腰碗 你吃下去的话 这个是 邪卢 人类 生存的真相 你会面临 很多很多的 这个 这个挑战 但是同时呢 在这个当中突破 成长的喜悦 也会有的 但是要面临很多的挑战 如果你选择这个烂色的 绿色的腰碗 吃下去了以后呢 你什么也不知道 永远都可以在这个当中活下去 最后这个李瑶 他就选了红色的腰碗 最后他就发现 这个木台的真相 是什么 这就是实际上在说什么呢 实际上就在说这些道理了 今天我们的真相是什么 如果你们选择绿色的腰碗 那就是很好 我们走 人天乘 尽量地欣赏 烧香白佛 然后呢 抱有佛祖来 抱有我们 每年的这个 大年的时候 去烧高响 烧偷响 再花多少钱 九万九千 九百九十九都 无所谓去烧高响 这样子就很好了 这个就是蓝色的 绿色的腰碗 然后如果我们选择 红色的腰碗 那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概念 我们要颠覆 自己的所有的 自以为是非常正确的 这些价值观 这个 人生观 世界观 全部要被颠覆的 这个就是我们昨天 所说的 更换系统 这就是更换系统 我们的过去的 这个系统 它是不适合 佛的这些 更先进的 这些 这些 这些程序 那就是要更换了 那更换的话 我们也会 这个 在修行的道路上 也会面临很多的 很多的 艰难 但是在这个 修行道路上 有些时候 我们会有突破 有成章 也有很多 我们也会感觉到一些 真正的心腹 尤其是 走到后面的时候 那才是真正的 这个时候 可以自离 离集 离人 离他 这个都可以 都可以 可都可以 这个时候 我们的生命 真正的有意思 因为 之所以人 的人生 是这么的难得 因为人有 这么多的选择 如果人也就 只有吃和玩乐 这四个字 只有这四个字 的选择的话 那人不就跟 动物一样吗 只不过我们认为 我们吃得 比动物高级 但是有可能 他们认为 他们吃得 比我们还高级 我们根本不能 吃得消化不了 他可以吃 他吃了一口 兢兢幽围 有可能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相对的 没有办法 这没有办法说 是谁的好 谁的高级 谁的低级 没有办法的 如果人也有 只有这种选择的话 那人没有什么 可以 没有什么 很了不起的 就是人就因为 有这么多的选择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 人生 很难得 一定要珍惜 一定要知道 该做的是什么 不该做的是什么 这个人生的价值 所在 并不是吃和玩了 就是因为我们 这一生当中 接触这个生命的力量 可以完成一个 非常伟大的工作 所以佛陀说 人生是非常 非常难得的 这样子以后 观察 观察以后 我们 先去观察 观察了以后 现在讲一个 具体的修法 今天来不及了 这个时间 然后呢 具体的修法 我们可以明天 接着讲 今天就 我们要不就 不讲了 然后呢 就时间过了 就有些人 可能干公交车 各方面都不方便 那我们今天 问题也就 不问了 明天 可以问问题 具体的修法呢 明天讲 今天我们 这些都是理论 但是这个理论 是非常重要 这个是修行 修行之前 修行的普点 必须要有 这样子的理论 没有理论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那就是 那就是修什么呢 自以为在修行 实际上 什么也没有修 所以今天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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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